- 哇 喊痛啊 - 哇 喊痛啊 - 哇 - 睡著了好可愛喔 - 成長 - 成長 過關前程了 - 成長 過關前程了 - 成長 過關前程了 - 會聽他的口水 - 因為他們口水比較黏 - 因為他們口水比較黏 - 所以很容易塗色他在呼吸道 - 你看他的前爪非常長 - 就是為了要挖洞 - 挖洞的那個構造 - 那如果說這樣看下來 - 欸他其實都蠻正常的話 - 那我們就會翻過來 - 去檢查他的鱗片 - 那鱗片的話 - 因為外面他就是 - 這個比較難去看到 - 他下面有沒有受傷 - 所以我們在檢查的時候 - 要翻 - 必須對一層一層去看 - 他下面有沒有傷口 - 每一個都要檢查的 - 對 鱗片 - 我覺得很感動啊 - 因為平常不可能有機會 - 我們看到他的 - 這麼細節的部分 - 這幕後有這麼多的人 - 這麼辛苦的 - 在做這件事情 - 這是一隻穿著腳 - 然後他是媽媽 - 然後我們在野外有放攝影機 - 去觀察他在照顧寶寶的時候 - 做什麼事情 - 好可愛喔 - 他這是第一胎 - 那他生第二胎的時候 - 他發生了一件很可憐的事情 - 步子很大 - 準備要生產了 - 可是你看他發生什麼事情 - 他一隻腳不見了 - 對 - 他應該是被瘦甲夾到 - 然後但是他又忍著痛 - 然後大腹便便準備要生產 - 那我們看到這樣子的影片的時候 - 我們非常的緊張 - 因為他準備要生 - 有時候要掃一次腳 - 傷口還又還沒好 - 到底是要把他抓回來這裡治療 - 還是讓他在野外生產 - 如果讓他帶回來的話 - 他其實可能會沒辦法帶小孩 - 因為他非常緊張 - 會拋棄到小朋友 - 那後來我們就是決定還是不要去干擾他 - 然後我們再過了兩個月之後發現他 - 背著小寶寶出動 - 三隻腳的媽媽 - 所以我覺得那個母愛非常 - 母愛非常偉大 - 其實其實他是動物 - 可是他是有母愛的成分在這裡 - 因為我其實在懷孕的時候是很辛苦 - 也是在賭命去保護自己的孩子 - 所以你完全可以理解 - 而且他轉過來失去一條腿 - 他還用盡自己的全身的力氣要去照顧孩子 - 我非常能體會那個感覺 - 一條腦囊出動 - 身體做等級的課題 - 實在是真的 - 身體感到尋常 - 身體要無法 - 身體地散歩 - 身體中 - 身體盡吃